看不慣一些三四十歲的年輕人開國產車去健身 媽那我以前都騎摩托車怎麼辦 其實健身房十年前就差不多開始健身 那我覺得這沒有所謂的高尚不高尚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反正是個人喜好 那你喜歡去運動的人那你又不想在外面 你可能想在室內 因為他有很多設備 那你可以練多你想要的地方 而且又有一些教練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每個人的需求問題 我覺得要尊重每個人 說廖大說怎麼浪費錢啊 去健身房浪費生命 想去戶外運動公園跑步 沒有錯啦 你去外面跑 但是那個跑你只是訓練你的肺活量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要去練一些別的 比如臀部啊 肌肉啊 腹肌啊 那可能就不是跑不能訓練的到 那第二點就是說 他老婆跟他小孩都買過健身卡會員 去幾隻沒去 浪費錢 說是去裝上流啦 假糟啦 身價過億的閒錢 不然去健身房幹嘛 他的認知有點奇怪啦 因為健身房本來就是一個平價的東西 而且現在很便宜啊 就是大概九百多到一千多隻 減 我覺得大家基本上我上班都可以負擔起 只是你能不能持之以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跟你有沒有身家貴 我覺得一點毛的關係也沒有 然後第三點他就說 看不慣一些三四十歲的年輕人 開國產車去健身 媽那我以前都騎摩托車怎麼辦 我覺得很多東西你還是要 了解一下現在的趨勢跟未來型 我覺得他有些他的思維 沒有錯 他是看他自己很苦 這樣一步一腳印 然後賺到這些產服 那當然我們也是給他一個認同 包括他打捷尼龜那個事情 然後他網路商量就起來 然後就開始 又開始搞飲料店 對不對 然後現在又開始搞 跟那個館長 在那邊網上燒賣 然後互相罵來罵去 我是覺得這沒那個必要啦 對很多熱愛健身是不公平 就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是不是真的有錢 才能去健身房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想法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一起來討論 第1章